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选情加温 星期一两位市长候选人分别来到戏址 早上是朱立伦 下午是游席坤 首先在上个星期才到中正市场 徒步扫接拜票的国民党 新北市候选人朱立伦 24日上午再度来到戏址 在立委李庆华同党及议员候选人 白佩如及廖正良的陪同下 进行扫接拜票 把握最后一个礼拜 卖力催票 一大早车队在新台 入仁爱入口集合 把握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朱立伦 24日上午的车队扫接行程 是来到了戏址 在立委李庆华 还有同党籍议员候选人白佩如 及廖正良的陪同下 进行扫接拜票 我想我可能也创下记录吧 以前大概整个新北市的扫接 大概都是三到五天 我这次用八天的时间 而且是全力以赴 29区都去 然后全力的争取 我们所有市民的对我们的支持 跟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在10月29号来支持我们 最后一周 开始在29区车队扫接 而这一站来到戏址 利用早上时间 从新台武路 一直往大同路 社后张树 以及恒科地区 立委李庆华也全程陪同 选举到最后的一个礼拜 今天陪朱市长 在戏址扫接 下午就到瑞平双共 这个我们看要向每一位选民来拜票 知道我们这个肯托他们选一个会做事的好市长 不是打口水战的 所以我来陪朱市长 我觉得很高兴 也相信等一下会选民会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这个朱市长 还有这个提名的党籍议员 跟所有戏址相亲 肯托拜票的日子 那也希望呢 这个这次的选举呢 可以旗开得胜 我想距离 10月29号剩下五天 那今天朱立伦市长 到我们戏址来扫接拜票 那我们陪朱市长 希望戏址的市民能够 继续支持我们朱立伦市长 继续为我们新别市来服务 利用选前最后一周各候选人卯足全力 请走拜票 策队扫接 选将们沿路向支持民众挥手拜票 这次深入戏址大街小巷 抢攻选票 下场慧玲 戏址采访报道